Hello,新视线Wonderland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WinWin,董思成 我觉得朋友圈是跟我的网络朋友们在聊天嘛 那微博其实就是另外的网络朋友们在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一些生活状态啊 然后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照片,我会把它拍下来发到微博上 但其实两者反差很大,因为我其实朋友圈基本不怎么发 就可能偶尔发一条的原因是我在于我怕别人以为我把它删了 我就更新一下吧,就是复活一下,就是活一下呢 上一次还蛮近的,上一次就是澳门,就是前段时间去了澳门的一个表演 然后当时就发了一条 朋友圈跟微博的内容一模一样 就是我分享了舞台的照片,然后分享了当时跟成员们一起出去吃饭的照片 包括一些好看的景色,就是都发在朋友圈上面 还好,其实没有说是线下 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见到线下,见到大家的机会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像今年我也是开过一次线下的签售,然后见到大家其实还很开心也很期待 因为可以跟很多人呢去聊天 等于是在双向的是去鼓励吧,支持对方,对我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希望之后有更多的机会 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是《我爱你》还非常的催泪 也很好看,想推荐给大家 新专辑是正在准备当中 然后大家请在等一下下,就会见到我从来不画饼 只是说的都是真的,请相信我 我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歌曲,也是一些比较偏非常经典的歌曲吧 像李荣浩老师,我最近经常听他的歌曲 像《模特》啊,李白最近经常听 还有他的年少有为